一到春天,最爱的就是菜窝窝, 蘸着蒜汁,比肉都好吃。 锅里水开,把清洗干净的菠菜焯一下水,去除里面的炒酸。 一分钟左右,焯水的菠菜捞出来灌一下凉水, 然后用手挤干里面的水分, 放到菜板上把它切碎, 再剁几刀,碎一点口感更好,放到大盆里。 加一勺食盐,加一点小苏打,蒸出来的窝窝颜色更翠绿。 再少量多吃的加入面粉,中间不用加水。 饺子这样菠菜都沾上面粉。 下手把它揉成面团。 揪一小块放到手里,团成圆形。 大拇指在中间搓成窝窝状。 在大拇指上沾一些干面粉,做窝窝更容易成形。 做好后放到蒸锅里,水开上锅蒸15分钟。 接下来碗里放一勺蒜泥,一勺辣椒油,少量的食盐鸡精。 适量的生抽,香醋,香油。 搅拌均匀,这样碗里的蒜汁就调好了。 现在菠菜窝窝也蒸好了,把它拿出来晾晾。 春天的青菜特别的鲜嫩。 自己喜欢的蔬菜,用这个方法都可以做成菜窝窝。 白开看看,很清香,颜色翠绿。 沾上调好的蒜汁。 一口气都能上好几个,越吃越好吃。 这个时候的菠菜这么鲜嫩,朋友们不要错过哟。